其实不用换针的 这样就挺好 烹会的噪音就永远不会超标了 以后这个环保局也不需要招聘领导了 3D打印一个就好了 我在段子里头可不止公务员 还有在江苏常州打工的90后小伙郭某 他从网上淘来的特警服 警官阵塑料手枪 警棍等装备冒充警察巡查街头巷尾 原因竟然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要穿这些装备啊 这是一个史上最名副其实的临时工 一个少年发现父亲的不耻行为 为了维护父亲的最后一丝尊严 不愿当面揭穿 在别的男孩子谈恋爱的时候 他却对失足父女说 对不起 我是警察 假警服的外表掩盖不了你正义的心 那一刻你就是一名警察 道理我都懂 可你见过一个特警来抓嫖吗 现在被拘留了 你也只能对真正的警察叔叔说 cosplay也有错吗 根据环球时报消息 奥文某医生最近出书 他发现清朝包括康熙 乾隆等十位皇帝都死在北京寒冬 这正是老年人最容易心血管病发致死的关卡 而北京从元代以来雾霾之害加剧 也是火上加油的杀手之一 也就是说 康熙乾隆皇帝是死于雾霾 你不说 我还以为死于一听小星星呢 王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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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天了 没想到 雾霾竟然是历史遗留问题 清朝就有了 小屋也许雾霾都能活到八十多 铁肺呀 这么算起来 雾霾的根源 不在于钢厂汽车废弃的排放 当时一定是柴烧太多了 今天 北京城的雾霾 是从老祖宗那传承下来的 和皇帝当年吸的是一个味儿 纯正的老北京雾霾 几百年来品质如一 是不是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了 根据专家考证 秦始皇焚书时 也是雾霾严正 陈胜吴广忍受不了 于是揭竿而起 专家还考证 根据史前恐龙化时判断 恐龙也是死于雾霾的 并且还有个重大发现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 地沟游 想要知道节目的小秘密 或者和我聊天 欢迎关注小秘顿蘑菇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 或查找微信号 xjdmog 立即关注我们 就有机会获得 糗事百科限量版小礼物 在视频网站订阅我们 还有机会获得 苹果玫瑰金哦 好啦 本期的小秘顿蘑菇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周三我们继续在这里 等你哦 出门就是堵 天王改的屋 出河路当屋 天王改的屋 打过两款屋 天王改的屋 消气通目睹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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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s 可爱每次前 elcome天就在咖啡 1 我 I I Xian I I